真的是很誇張耶 反正電腦真的是不知道在幹什麼 算了算了 反正就是我們今天要上第三課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課程結束之後 從下一節課開始我們就會正式進入數學推導的部分 好不好 那這個後面的部分 今天還是熟悉程式語言而已啦 講真的啦 就是今天以前的課程 你們學的覺得教的有點快 學的不是很會 也沒有什麼影響 對 也不能說沒有影響啦 就是你後面你對 有一些推導的過程 你學到電腦驗證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比較不懂 不過再學起來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 我們假設未來你 就是要做 機器學習解演算法的相關研究 就是你可能在 你可能想要知道說 你的model的performance有多好 比如說你做了一個model 你有一個預測值 那你要怎麼說這個預測值是很準還是很不準 你會需要一些統計減盯的方式 我知道這邊有一些大一的學生啊 你們從來不知道 我們現在列出了這幾個 這邊總共有八個統計方式嘛 對不對 你們是一個都沒有學過 阿不講大二的也不見得有學過 好不好 碩士班的也不見得有學過 不過沒有關係啊 我只想帶你們說 帶你們操作就好了 你們不就要懂它的意義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只要帶你們熟悉這個程式語言 所以我們今天啊 我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總共有八個檢定 如果你這個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你做檢定一定是 有一個你要某一個東西跟一個東西的相關性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們兩個有沒有關 你要做檢定這個的話 欸那 有時候它兩個都是連續變相 什麼叫連續變相呢 主要說年齡跟這個 年齡就是一個連續變相 他是一個有數值型態的連續變相 溫度啊什麼之類的也都是連續變相 那類別變相是什麼呢 類別變相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性別啊 然後教育程度啊之類的 這個有分類的 那如果兩個都類別變相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 那 這八個統計方法啊 就是它大概可以解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的情況啊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教大家用這八個統計方法 然後 我們不會教的非常深 就是反正就是教大家用而已啦 就是了解程式語言 好那最開始的時候一樣啊 請你先把檔案讀進來 好不好 好那這樣你應該可以把它讀進來了 好讀進來之後 你應該在這裡可以看到那個data這個東西啦 那一樣你按head可以看到 這我們之前應該有教過 這之前那一份data啊 你可以先下載好不好 那 我們等一下 在我們到練習之前 我們還是先到練習 再給大家讀檔好了 讀檔我想就是 呃 在這之前應該大家都應該會了 啊如果不會的話 等一下 反正我等一下 你們開始練習的時候 我會過去你們看一下 有確定一下你們讀檔是不是有問題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就是 如果我們要做前面這 八項裡面的我們就從 我們就從右邊開始教好不好 我們先叫卡方檢定 跟廢血精確檢定 那這兩個檢定的方法 你說這個 呃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用 你只要知道這樣的狀況下 你需要用它就好了 所以也不是 也不是就是 呃你不需要真的了解它的原理好不好 我們這裡沒有要教大家原理 好那兩個類別變相 什麼東西是類別變相呢 這個 Gender Gender你看一下 它是不是 Male跟Female 這是不是類別變相 它 Male跟Female 中間是沒有東西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類別變相 同樣的這個 ami也是一樣 Stami Notami Notami Stami 它們兩個都類別變相 如果我們想要做 看看 性別跟ami是否有關 什麼叫是否有關 結果我們想知道 男生是不是比較容易得到心理梗塞 或女生啊 好不好 有關就是說 至少我們可以講得出一個 什麼男生比較容易得 還女生比較容易得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做檢定咧 那首先我們需要用 TABLE這個函數 幫助我們得到 幫助我們得到一個 列連表 這個列連表是什麼咧 就是說 女生 Notami的人 有521個 女生 男生 Non-Stami的人有32個 女生 Stami的人有36個 男生 Notami的有539個 男生 Non-Stami的有136個 男生 Stami的有219個 如果你看數字的話 你有沒有一個感覺 我們就光看數字就好了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 男生好像比較容易得到 這個 Stami對吧 跟Non-Stami都比較容易得到 這女生的數字很少啊 好大家 Notami的人數差不多的 但是他的數字多很多對吧 所以 這是不是說明了很多事情 好 那我們要怎麼 確認 他真的 比 他來得多咧 我們需要用到 這個檢定方法 叫卡方檢定 那非常簡單啊 你就 對著 這個TABLE 這個TABLE 是一個物件嘛 對不對 這個TABLE這個物件 就是這個 我們叫他列連表 你對這個列連表 對他用一個函數叫 CHISQ 開square.test 這個CHI就是那個 開那個字 好不好 開那個字 然後 square.test 開square.test 對這個TABLE做 你得到一個result1 你把這個result1 直接把它print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 欸 X square X就是那個開的 那個就是 那個 希臘字那個 一個長得很像X的 那個就能開 好不好 那 這個 他pValue小於 2.2乘10的-16次方 這代表pValue很小 我們這邊不管pValue的定義是什麼 好不好 大家只要知道pValue很小 那就代表是有相關的 好不好 小於0.05就代表有相關的 我們都先這個樣子就好啦 我們不想 我們在這邊不教大家更複雜的統計 好不好 好那 同樣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這張圖 這個同樣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用卡方檢定 也可以用廢血精確檢定 對吧 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同樣的東西 我們用了 開square.test 也可以直接用 Fisher Fisher 這個 Fisher.test 這個 廢血精確檢定 Fisher是一個人名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 一樣 REDOUT2 我們把它print出來 欸你看到了嗎 結果是一樣 對吧 結果是 小於2.2乘以10的-16次方 好那 這個 我們不管啦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有這個相關性嘛 對不對 用這兩個 方法做出來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 好 不過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再看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大家記住啊 唉呦 如果你這張圖一時間記不起來 你要不要用手機拍照一下 我們給大家用手機拍照一下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去對比 就是這個 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做什麼事的時候 你看這張圖比較容易理解 我們現在在教哪裡 好 還有沒有人沒拍完的 好我看了一下 大家好像都拍完了 好那我們現在看 你有沒有發現每一個框框裡面 每一個框框裡面 它是不是都有一個 母數跟無母數的統計 對吧 所以說 我們已經確定 這個 X跟Y 它分別是類別變相 還是類別連續 還是連續連續 這個我們可以自己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我們今天要走哪一條路 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可是 母數還是無母數要怎麼決定呢 每一個框框 所需要的條件不一樣 這個 每一個框框 所需要的條件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就來教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 這個 母數統計 什麼時候要無母數統計 以今天的情境就是 我們什麼時候用卡方檢定 什麼時候用 廢血精確檢定 好OK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再一個 就是 物件 result1 跟物件result2 它是屬於列表的物件 什麼叫列表 列表就是 如果你打LS這個函數 LS result1 你可以看到東西 那就代表它是列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列表這個屬性喔 如果你打LS table table 這顯然不是列表嗎 對不對 你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只要你打LS 你看得到東西的 那一定就是列表 當然列表當然有很多種 很多種屬性啊 好不好 好 你打LS result1之後 你發現裡面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個p.value 對不對 這好像是我們關心的東西 我剛剛不是說 我們這些 什麼東西我們也不想看啊 我們就只關心 p.value 對不對 好那我要怎麼把p.value 叫出來勒 result1 然後還記得這個前號是那個 前號是那個 就是所語符號 好 裡面的p.value 好我們可以看到 它實際上是 6.004乘以10的-31次方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再看result2 裡面 它其實也有個p.value 我就不LS了 1.19乘以10的-33次方 答案是不是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 結論是一樣的 好所以我們就不管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什麼時候要用 什麼時候要用這個 就是開square 什麼時候要用facialexact test 好 好我們要判斷的標準 是這個 叫做 呃 有超過80%的格子 期望值大於5 好我們先講一下 剛剛這個列連表 剛剛列連表在這裡對不對 它總共有幾個格子 總共有6個格子 總共有6個格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2乘3的格子 這2乘3的格子啊 80%以上 期望值大於5 80%就是 6個格子裡面 要有4.8個格子以上 那就是5個以上 這樣可以理解吧 因為 它不可能4.8個格子嘛 5個以上 期望值大於5 期望值要怎麼算 然後期望值我不會算 好不好 期望值我不會算 那怎麼辦呢 Result 1裡面 你可以仔細看 Result 1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叫做expect 這是聽起來很像期望的感覺 對吧 所以我們來 Result 1裡面的expect 這個就是期望值了 這個就是期望值了 好 欸 它裡面 有沒有每一格都大於5 有對不對 所以它是百分之百的 都大於5 這樣可以吧 所以 以這個 狀況來講 我們需要使用的是 Casquare Test對吧 那我要怎麼去 判斷 它是否滿足這個條件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這個判斷式 條件判斷是大於5 大於5 大於5它是不是回到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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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算它的百分比呢 它大於5的百分比呢 我要怎麼算 我可以用min這個函數嗎 min這個函數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包起來的話 我得到1 就是它百分之百都大於5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中間有一個 force的話 那它出來 min出來 一定就是 5個1跟1個0的平均數 是百分之83點多 對吧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那 如果你理解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 故意來做一個小實驗 這個實驗是 我們現在產生一個subset 來 注意喔 我們的data本來有5000筆資料 對不對 我們現在產生一個subset 這個subset是怎麼產生的 data裡面的rhythm3 它屬於1 所以這個subset 它是不是只剩下 46 它是不是只剩下 67個樣本 有點少了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subset 注意一下它的rhythm3 是不是都等於1 rhythm3是不是都等於1 這樣可以齁 好那接著 我們用這個subset 來產生一個 來產生一個 這個table 好你看到了嗎 6723 欸看起來 它是不是人真的有點少了 可以吧 好那接著 我們來使用result1 然後用kysquare test去做它 我們得到的希望值 注意到了嗎 它是不是有 很多 它是不是只有一個格子代入 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一次 這個東西 我們用剛剛那一串函數 這個min這個 算下去 0.1667 它是不是就 低於80%了 它低於80% 所以按照這個條件 我們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使用的是visual tes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樣都可以了解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練習1好不好 練習1 計算出 卡方減電的希望值 在練習1的部分啊 這個講真的啊 這個就是一個小練習而已啦 這個 不會 也沒有什麼影響嘛 因為 你已經注意到 期望值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算出來對不對 我這個練習題的目標 是希望你啊 想辦法把這個數字算出來 怎麼算出來呢 我們現在來看 剛剛那個列連表 是不是有 ABCD這四個格子 來 ABCD 這是 ABCD四個格子喔 好不好 來 我們 不要講 ABCD四個格子好了 C1 C2 C3 C4 那A呢 A是 這樣子 這個RAW把它相加 換到這裡來 就是這三個數的相加 這樣可以吧 會產生A這個 A這個數字 這三個數相加勒 會產生B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那這兩個數相加 會產生C 這兩個數相加會產生D 這兩個數相加會產生D 這兩個數字相加會產生E 但是這個只有2乘2 所以但是你3乘2的話 2乘3的話 這邊會有個E這個數字嘛 然後最後這裡會有個N N就是 Total的Sample Size 也就是 A加B A加B加起來就是 總樣本數嘛 對不對 對於這個格子來說 它怎麼算呢 對於這個格子來說 它就是 C乘上A 除以N 那它會出現這個數字 對於這個格子來說 D乘上A除以N 它會出現這個數字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 很簡單的 請你重複這個運算過程 請你不要 六個格子 我知道六個格子 就是你首先你要算出 一二三四五五個數字嘛 還有第六個數字 就是總案本數對吧 好 我希望你不要幹這種事好不好 就是第一個格子 欸你就 這個乘這個加 除以這個 就等於它 然後你把六個格子 就寫六行好不好 應該是有一些 比較好的方法 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的事情好不好 那我們讓大家練習一下 首先你要先把檔案讀進來才有辦法做啦 好不好 我們先看前面好了 我們要 算這一題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先得到 這個 Colum的 就是這裡的命 欸這裡的累加 跟這裡的累加嘛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做到咧 欸這個 最簡單的做法 就是 我們啊 直接 對table這個 我們對這個table 對它做索引 對它做索引 假如我要第一個Colum 那我得到的就是六跟七嘛 可以接受啊 好那第二個Colum 那第二個Colum 我就可以02 第三個Colum 就是 03 這樣可以接受啊 好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很簡單的就是 我可以把Raw means 變成 第一個Raw的累加 跟第二個Raw的累加 然後用C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是不是得到Raw Raw means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接著 這個 如果我要得到Colum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得到 好你想要把它存成 Colum.1 Colum.2 Colum.3 也可以 好不好 這個都可以接受 我只是把它們合在一起 好等一下合在一起的好處 我會跟你們講 好我合在一起之後 如果我要計算 總Sample Size 那我就是把 Raw means 把它加起來 Colum加起來 得到答案會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齁 一定就是整個table 那我的Size 就在這裡 好那所以如果我想要算出 第一個Raw跟第一個Colum的 期望值 欸那我可以透過這個 第一個Raw means 跟第二個Raw means 累成起來之後 再加 除以Size 我得到4.33 那我想要1-2勒 注意1-2 對標是哪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不是對 對的沒有錯對不對 好所以說 透過這種方式 我們只要算六次 我們就可以得到六個格子的數字對不對 好當然這種方式有點白痴啦 不過這是 最基本最基本 你要了解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最基本最基本 你要了解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來學一些進階的玩意 第一個進階的玩意是 剛剛這個樣子是不是很智障 我要把兩個合在一起 那如果之後那個列列表有10個 那我是不是非常累 好所以我們學一個新的函數叫Apply 這個Apply這個函數阿 他是 我對這個table阿 我對這個table的 margin margin等於1 就代表對他的raw 每一個raw做sum 什麼意思呢 我對這個table 我對前面這個table based on他的raw 每一個raw margin等於1就是based onraw 這樣子是一個raw 這樣子是一個raw 這樣子也是一個raw 對他做什麼的操作咧 對他做sum的操作 他的function等於sum 這樣知道吧 那這樣我得到答案 欸就是 我對這樣子做一個sum的操作 得到6 對這樣子做一個sum的操作 得到了 這個12 好這樣就是 所以我的raw mean 就等於6跟12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sum是沒有問題嗎 因為剛剛我們都要sum 所以我們把margin從1改成2 我們把margin從1改成2 我們是不是就得到了 based on column的這個 就是sum的操作 我們得到了1323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這樣 得到raw mean跟column 這個基本上跟剛剛得到的答案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要算的時候還是只能夠 算6次 然後得到我們的答案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現在要教你們舉證的乘法 如果你們還記得舉證怎麼乘法的話 我已經寫在黑板上了 好不好 兩個舉證的相乘 他應該是第一個舉證 貢獻出他的raw 第二個舉證貢獻出他的column 然後相對的格子 可以得到這個 就是我們新的 舉證的乘法 得到了這個新的舉證 他的這個算法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 也許就是 也許你們離這個高中交舉證 已經非常非常遠了 好但是 基本上就是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麼算 好不好 就是第一個舉證 前面那個舉證貢獻raw 後面那個舉證貢獻column 然後合起來 這樣一個新的舉證 好那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今天這裡 我們可以怎麼做咧 來 我們可以把 看著哦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舉證 後面這個column 這個舉證 把它當作是貢獻出column 的部分 這樣可以理解吧 貢獻出column 那我就可以把raw 跟 rawmin跟column 用這個符號 用這個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舉證的乘法 我按下Enter之後 他就是 這一格 就是 這 這一個的第一個乘上這個的第一個 這一個就是 這一個的 第一個乘上這一個的第二個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然後接著我再處理size 我得到答案就會跟剛剛 這個期望值的舉證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我今天教大家這個舉證乘法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 今天就是 你這個具體的運算過程 你就是操作程式語言 你可以不熟悉沒有關係 我之前一直強調 如果你想熟悉程式語言的操作的話 這堂課不是要教大家熟悉程式語言的操作 是熟悉背後的數學 這樣可以 你想熟悉程式語言的操作 你還要上禮拜五三四節的那個課 這樣會更容易熟悉操作 但是你在這節課 你後面想要繼續下去 你不能不熟悉舉證的乘法 這樣知道吧 你可能會之前覺得舉證沒有什麼用啊 從第四課開始 你會發現它非常有用 好不好 這個有用到不行 沒有舉證的乘法 那乾脆就別學了 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所以說 你之後會發現舉證的乘法非常有用 好 好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這個繼續來上課 我們來教這個就是 等於說 之前我們已經把這個四條路的其中 其中這個其中一條已經教完了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我們已經把這裡教完了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要教這裡 一個類別對個連續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檢定 好這個時候出現了兩個狀況 類別數等於2跟類別數大於2 類別數等於2的時候 用的是獨立T檢定跟U檢定 類別數大於2的時候 用的是anova跟kw檢定 好我們就把這四個把它交會大家好不好 那我們重點只有一個 我們只要得到我們的pvalue就好了好不好 那至於這個檢定的細節 怎麼去算出那個pvalue的 這不在這堂課的範圍內好不好 這個如果你要教這個我跟你們講 你們以後 你們也許有人已經上過生物統計 有人還沒有上過生物統計 你們在上生物統計的時候 每兩個小時的課 教一組或者是一個 那大概差不多 所以我今天不可能在這裡 對大家介紹所有的這個檢定方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獨立T檢定跟MWU檢定 要怎麼做咧 我們來看著 TTEST 然後我們把DATA裡面的K DATA裡面的K 它是一個連續變相 它是一個連續的對吧 這是一個有數值型的連續變相 DATA裡面的GENDER 這是一個二類別的類別變相對不對 用這個蚯蚓這個符號 把類別變相放後面 把連續變相放前面 然後把它放到T.TEST這個函數裡面 並且對它下一個參數 叫VICOR等於FORCE VICOR等於FORCE 這是有好幾種TTEST 有好幾種TTEST 那VICOR等於FORCE 這個是比較常用的TTEST 好我們來做Result1 我們得到了PValue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4.28乘以10的-5次方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我們要把這個Result1裡面的PValue 把它抓出來要怎麼抓 很簡單嘛 LS Result1 看到P點Value了吧 可以吧可以看到P點Value 前號P點Value 它是不是抓出來了 這樣沒有問題吧 應該剛剛已經架心就熟了 好那我們要做MWTEST的時候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Wilcoxen Ranksong TEST 所以在R裡面 它是Wilcox.test 這樣可以接受吧 Wilcox.test 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是完全一樣 後面少下一個參數而已 我是直接把TTEST換成Wilcox.test 我就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同樣的 LS Result2 我裡面想要Result2裡面的 P點Value 我一樣可以得到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你應該會覺得蠻簡單的吧 就是 除了說你不知道 它為什麼算得出來以外 但是 它基本上難度應該是蠻低的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 就是我們要怎麼把它弄出來 就是用LS這個函數啦 好不好 這個我們可以找到裡面的PValue 這樣沒有問題啊 欸等一下我跳了 跳得太快了 好那我們TTEST有分成兩種 一種剛剛前面不是有下這個參數嗎 叫VaEQUAL等於FORCE 對吧 那我什麼時候是要下VaEQUAL等於True咧 我需要用到 Va.test 這一個是說 減定變異數是否同級 好這個部分你們聽不懂沒有關係啊 我只是做一個很快的介紹 好不好 就是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剛剛我們說 類別數等於2的時候 要用TTEST或者是MWUTEST 這兩個我們已經學到了 我們發現TTEST又有兩種 TTEST有兩種 一種是VaEQUAL等於FORCE 那我們現在要教什麼樣的狀況下 VaEQUAL等於True 我們需要看到 我們需要對同樣的這個K 就是這個我們的連續變相 跟我們的類別變相 要做Va.test Va.test 這個Va.test 就是Variance變異數的意思 Va.test Va.test 我們得到答案是 這個PVALUE等於0.87 V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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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下剛剛那個參數的話 你得到的是4.28 所以10的-5次方 他幾乎沒有差別對不對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差 就是 幾乎沒有差距 但是還是有差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適當的 這個 統計方法去來做這個操作 好那我們剛剛很快的講完 這些操作了對不對 我們 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其實講真的 因為你知道Veicor等於True 跟Veicor等於False 他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是幾乎沒有差距的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不管3721 我就隨便選一個 我選Veicor等於False的也沒有關係嘛 反正 我們到最後要檢定他有沒有顯著的時候 我們的 通常顯著水準 我們定的 PV要小於0.05就是顯著 在大部分的狀況下 你隨便用哪一個方法 那答案都是 全部一起小於0.05 或者全部大於0.05 這樣知道吧 所以你選用哪一個根本就沒有什麼差別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就 所以我們就不要管說要怎麼細緻的操作那些東西了 我們現在再來教大家一個新玩意 叫ANOVA跟KW檢定 我們回到我們的最開始 來 類別數大於2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選用ANOVA 或者是KWTEST 注意 我還沒有教大家決定 如何使用 無母數檢定 我只有教大家 說 獨立T檢定有兩種 一種是Veical等於True 一種是Veical等於False 我還沒有教大家 決 判斷 什麼時候要母數檢定 什麼時候要五母數檢定 剛剛的五母數檢定 跟五母數檢定 是不是用一個非常奇怪的 邏輯 叫做 是否有80%以上的格子 的期望值大於5 你要 做個這個邏輯 首先你要先把期望值算出來 接著你要先看看大於5的 有幾個格子 接著再看是否有80% 這裡是不是非常奇怪 這裡我現在都還沒教哦 那他顯然不能用剛剛的邏輯嘛 對不對 因為你根本沒有格子啊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出現剛剛的邏輯 好 所以我先教大家 如何進行ANOVA跟KWTEST 你會發現啊 除了我要強迫 AMI AMI是一個類別變相對不對 AMI是一個類別變相 還有三種 一種是 NOT STAMI NON STAMI 跟STAMI 這樣可以吧 這是很極的心肌梗塞 跟不太極的心肌梗塞 跟不是心肌梗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你要強迫他變成Factor 這個我們在第一課的時候就有教了嘛 你需要在適當的時候 把它變換成 適當的物件格式 你強迫他從文字變成Factor之後 用AOV這個函數 你可以產生一個叫Variance Table的東西 直接把它丟到ANOVA這個函數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ANOVA Table 那這裡這就是你想要的PValue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複製一遍 你應該會發現這件事情蠻簡單的 你會發現 都是用這個 Chillin這個符號去分隔嘛對不對 只差在 我要不要AX Factor而已 實際上如果你懶的話 在任何情況下你都強迫他 先變成Factor再做 這絕對不會有問題 前面你有沒有 只是說前面的條件 就是Test這裡 你有沒有AX Factor 答案都會做出一模一樣的結果 所以如果你懶了自己的話 就是 凡事以後我要用 這個類別變相做統計檢定的時候 我就先把它AX Factor起來 再說好不好 KW Test 跟剛剛 非常像對不對 就是 我把ANOVA這個結果把它換掉 直接用KW Test 這個是他那個人名 好不好 來 我們直接得到答案 那同樣的聰明的 你一定想的到 如何去把PValue抓出來 來 LOS ANOVA ANOVA.table 看到了嗎 有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叫 PR 然後 大於F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顯然就是我們要的東西嘛 對不對 還有來 LOS KW.test theResult 一樣又有PValue了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非常容易的 可以抓出來 他裡面的 好 是不是看到了 他有兩個 他後面那個是NA那怎麼辦 裡面的第一個 這樣我是不是拉出來了 好 一樣 KW 好 他裡面的P.Value 好 你應該可以找出來 好 蠻簡單的吧 對不對 好 所以練習了 我們要做一件 就是我們發現了 總共我們有四種檢定方式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告訴大家 你什麼時候要用五母數統計了 你什麼時候用五母數統計了 你需要判斷一下 就在說現在我們想要用AMI對AGE做檢定的時候 我們希望看看AMI總共有三個組別嘛對不對 這三個組別 他的樣本數是否都超過25 如果都超過25的話 那我們就要使用這個母數統計 如果他有任一組小於25 我就要用五母數統計 好 這樣懂我這個練習題在做什麼嗎 我們其實並不是問大家 要怎麼做檢定對不對 我們問大家的是說在最開始的時候 不管他是類別數等於2或是類別數等於3 我們想知道他的每一個類別的量本數 是否有超過是否都超過25 如果有任何一個組別 他的樣本數小於25 我們就要使用五母數檢定 反之我們就全部都超過25 我們就可以使用母數檢定 所以我的練習了不是問大家如何檢定 是問大家如何做條件判斷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現在來請大家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判斷要用 就是anova還是這個 t-tester 也就是我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類別數是2還是3以上 那我們怎麼決定咧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levels 跟lamps的這個組合 levels跟lamps的這個組合 這個我們第一節課有教過了對不對 先把東西改成因子 把gender改成因子之後 他是不是會出現levels這個屬性 所以levels這個屬性之後 我們再用levels這個函數 去把這個屬性的 這個向量把它抓出來 這個屬性的向量抓出來之後 我們再問他lamps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長度是2 所以這個如果用gender對這個 其他連續變相做這個 檢定的時候 我們應該用t-test t-test 或是mw-test 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要使用 我們要把gender換掉的話 然後我們換成ami 我們得到的是3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故意搞笑啊 我覺得edge edge不是個類別變相對不對 出來一個莫名其妙的數字啊 好不好 為什麼會5000 因為他每一個edge都長不一樣 所以是5000 因為我們edge是有小數點的 所以很容易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那我們要統計 每一個組別的樣本數 那這個要怎麼做 好像table蠻簡單的對不對 男生有2800多個 女生有2100多個 蠻簡單的對不對 好 可是這樣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data 不是 我們要看的是data 男生 假如說我們要對 假離子做這個預測的時候 欸我的男生這個沒有假離子 所以這一筆資料是不能用的啊 可以理解吧 我在統計男生有幾個人的時候 我不能夠用到這一筆資料啊 因為這個 他在這裡是沒有資料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必須啊 先設一個條件 我需要先把 假離子不屬於NA的留下來 這個 這樣子就是 屬於NA嘛 這樣就是屬於NA 這個我們第一節課應該有經歷啦 好不好 雖然不是我教的 你這樣進他後就是把 不屬於NA的留下來 我們打下這一行之後 我們再看 subset subdata 我們得到的假離子 現在都是有值的哦 現在我們的subdata 只剩下3184筆資料 這樣可以嗎 好那接著 我們在這個時候再看table gender 這個數字才是對的 那我們要看他是否有大於25 怎麼做 大於25 兩個true對不對 再怎麼做 我們把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看一下 他是否存在false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 false percent in percent 他如果 後面出現false 他這整串就會變true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OK 那你要把Gender換成ami 這也不會很難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 下一個 下一個練習題 下一個練習題是這樣子的 等一下如果你對上面的不熟悉 再請你去前面稍微貼貼好不好 那那個同樣的就是 你也不用覺得說練習題做不出來 有什麼好緊張的 好不好 因為我已經講了這個 前三課只是 帶大家練習這個程式語言而已 做一些基本的熟悉 這樣我們後面 在進行的時候會比較順利 那我們後面幾乎都是跟數學比較有關係 程式語言只是去 呈現出那個數學證明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練習三課我們要做什麼 anova事後檢定 anova是 三個組別以上對不對 好主要來說我想看 AMI跟 這個 年 跟這個年齡有沒有關係 年齡越大會不會越容易得AMI 這個我想知道嘛對不對 好可是 我AMI實際上有三個組別啊 我想要比 AMI STEMI比上 NONSTEMI 比較急的心肌梗塞比上 比較不急的心肌梗塞 比較急的心肌梗塞比上 不是心肌梗塞 比較不急的心肌梗塞比上 不是心肌梗塞 這個顯然就是 兩個組別的比較了嘛對不對 所以這顯然是用體檢定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做 因為我現在就要量量比較嘛對不對 如何做 我沒有在這邊我沒有教大家回圈哦 我們這節課從來沒有教大家回圈對不對 所以說既然沒有教回圈 所以請你不需要 想說我要怎麼用回圈做出來 我們現在都是很老土的啊 就是一格一格做出來這樣可以吧 那第二個 這個 我啊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好我們請大家 給大家稍微練習一下好不好 好我想這一 就是這一題啊 這個如果你對索引啊 還算熟悉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不會太難 我就說如果我想要比較 STEMI跟NONSTEMI 比較急的跟比較不急的心肌梗塞 那我就是先把 AMI屬於STEMI跟NONSTEMI的 把它篩選出來 把它篩選出來之後再來做 檢定 那我們要做 檢定之前 我們要先做這個 T-Test的話 我們要先做VAR Test嘛 對不對 Variance Test 那Variance Test做完之後 結果 這個 大於0.05 那我們就使用同質 變數 變數同質的T-檢定 那我們在語法這邊做起來 是非常容易啊 好那關鍵是 你有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也就是 把 AMI屬於STEMI跟NONSTEMI的 把它抓出來 我想這個不會太難了 就是 也許你第一時間想不到 但是你看了答案之後 你應該會覺得這個並不難模仿 未來你遇到一模一樣 你需要做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你應該是很輕鬆的可以做到的 好不好 應該 你們應該不會覺得太難 好但是 要注意的是 同樣的東西 我們檢定了三次 好這個是統計上的問題啦 就是這個跟程式沒有關係 而且這個跟未來 就是未來我們在做 就是我們在做機器學習的時候 關係也不大 但是大家只要知道這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如果 你在一個三個類別的 一個三個類別的變相 你做了三次 你把它分三次做了 提檢定 你需要在 最終的結果 給他做 這個你要做這個 顯著水準要乘以3 如果你不乘以3的話 這樣這個檢定啊 會出一些問題 好我們這裡不去 不去強調說 呃就是這個問題的邏輯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統計課的範圍 呃那你要怎麼乘以3呢 那首先你必須把 你必須把那個檢定結果 那個PV把他抓出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前教的這個 把PV抓出來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你得抓得出來 你才有可能乘3嘛 對不對 好乘3之後 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PV的上限是1 如果乘3之後超過1 那他就是1 好不好 好 那我想這個題目也是 相對也是蠻容易的啦 就是 就是大家應該不會覺得太困難 還是這邊有人覺得很困難的 好很困難的 不要不要太高調舉手啦 大家可能會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我經過你旁邊的時候 你小聲跟我講一下好不好 或者是等一下那個 全部上課大家都走光了之後 你小聲那個跟我講一下 我們這樣才可以得到一些反饋啦好不好 我覺得那個 呃上學期啊這個我對那個 呃陳田玉那個 田玉跟我講說 我上課有點難 我就覺得非常受感動 哎不過他已經看不到了 另外一節課我已經把它改的難度稍微低一點了 好不好 我們希望這個 會得到一些反饋 好 那這個 第四節啊 我們要教大家相關性檢定 來我們再回到最前面這裡 好 我們現在剩這裡了對不對 現在剩在這裡了 兩個連續變相 那我們就要做 皮爾森相關跟斯皮爾曼相關 那 怎麼去決定 你要做皮爾森相關 還是斯皮爾曼相關呢 哎 一樣 總樣本數有沒有大於25 這是不是比前面還簡單 前面是 分別的每一個類別的樣本數是否大於25 這邊總樣本數是否大於25 這真的簡單非常多啊 所以我們後來回到這裡來 好 然後 嗯 你看他出来的这个 他出来的这个是T 这里是S 他算法不太一样 结果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不是蛮简单的 你有没有觉得要操作程式员 其实并不困难 你应该不会觉得非常困难 那计算样本量是否大25 就是找出 PRMU不是NA的 跟K不是NA的 那把它累加起来 那目前他的总案本是2822 所以说他用的是皮尔森相关 这样可以吧 应该觉得非常容易吧 这个只是下个参数而已 只是说你们记不记得前面那个 分析的逻辑 那个分析的逻辑你也不需要背起来 我们也不可能会考啊 对不对 这都只是教大家熟悉程式语言而已 那大家需要的时候只要知道在 这个课程的讲义的 哪一个哪一个地方有出现过这个分析逻辑 未来要分析的时候造这个逻辑走 那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可以 因为我并没有要教大家 就是 我并没有要就是 在这个部分 就是等于说 反正就只是一个练习 也没有说要 大家一定要背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教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 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要安装套件 这个安装套件 以后我们就会一直 我们以后会常常用到套件这个东西 什么叫套件呢 就是 我现在啊 在R元里面 我能够用的函数 基本函数就那几个 那我现在发现 搞不好我有一些工具啊 我没有办法用基础的R元的套件 基础的R元的函数做到的时候 我需要去安装 别人已经写好的函数 这个东西叫套件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哦 我们今天我等一下下载什么套件 用那个套件做什么 这件事情不重要 可是如何下载套件 如何使用套件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这样可以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 这个相关系数是什么 我们发现我们的相关系数啊 只能够做相关性检定 对不对 那你发现了什么 前面三种 前面这些方法 都只能够算出PValue 对不对 但是后面这个相关系数 这个方法 他还可以算出这个correlation 是多少 相关性有多高 这个相关性是介于-1到1之间 -1就是完全负相关 正1就是完全正相关 所以我想看看 我不是只想知道 他有没有关系 我还想知道他的相关性有多强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那我要怎么做呢 那我就是前面那些类别变相 我也需要产生一个相关系数 对不对 那这样的相关系数 叫做poly-correlation 这个方法 很遗憾的是 R的内建函数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如果问了Google 要怎么办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个叫package poly-cor crn crn 是R的官方网站 如果你们有亲手下载过R元 的话 你就会记得这个网站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叻 来看着哦 诶这件事情我等一下一个一个下去看 因为你们一定要会这个 一定要会这个就是安装套件 如果你们这个就跟我 我们那个第一节课读档 我亲自去看你们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读进来一样 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就把萤幕还给你 请你到这里 来西右下角这里是不是有package 这个分页 点到package这个分页之后 这里是不是有安装 安装 poly-cor 诶怎么不给我 他是什么 poly-cor 好就请你按安装 我这边就不按了 因为我早就已经安装起来了 好不好 好那 安装完了以后 你要怎么确定你是安装成功 请你打library poly-cor 如果没有出现error 瘟灵不算哦 没有出现error 那就代表你成功了 好我必须要 亲自去看每一个人都完成这件事情 好不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安装成功以后 你可以做什么事 来 你可以 阅读套件说明 你 你要 你这个你都已经知道安装哪个套件了 你总要去google一下 看一下这套件说明是什么吧 对不对 来我们来google一下 google r 好 好 package你点进来之后 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套件说明了 好不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套件说明有什么 好不好 来 在最开始的时候这里他会有说 有哪些函数 这个目录就是有哪些函数 啊请你到第几页 就算他到第四页 他就会说哦我做的是这个polycoric collection 然后这边有一些描述啊 然后他的函数是长什么样子 有哪些参数 参数的定义在这里 然后这个detail是这些 产生出来的value是什么 那是哪个是哪个人写的 然后下面这边是范例 好 这个我是大家 这个跟help非常像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范例我们接着要怎么做 好 首先 我们啊会发现这个 诶如果你懒得看刚刚那里 你就poly 诶 他怎么 哦我的order错地方了poly 好 你这个就跟刚刚的套件一模一样的那个描述 我们在最下面这里example这里 example这里我们是 我们想要让大家 就是想要让大家学习一下就是如何 这个如何复制贴上 好不好这个我们上节课是不是 我最后 我是没有上了 不过我想我们最后就是教大家如何复制贴上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要 请大家在example这里直接复制贴上 好你发现了是不是跑出一些东西 举例来说 在前面这里x跟y 你发现了什么 这个x跟y啊 已经被切成类别变相了 x是长这个样子吗 x是长这个样子吗 y是长这个样子 这显然是一个因子对不对 因为他是有level属性的对吧 诶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仍然是有办法算出相关系数的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google 就是我们即使是 类别变相的 这个类别变相的这个就是input 我们还是可以上出相关系数 那他算出来逻辑是什么 我们来看前面 他在这里他是先产生一个连续变相 产生一个连续变相之后 他用x跟y 这两个是连续变相哦 所以他用cor cor这个函数是 这个是sample的correlation 就是简单的这个样本的correlation 这样可以理解吧 那样本的correlation 他说是0.52 然后他把它按照0.75 的方式做切割 和把它按照-1 0.5 1.5的方式去做切割 切割出来之后 他做polycorrelation 算出来的答案是不是非常像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啊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underline的连续变相 y1跟underline的连续变相y2 如果按照一个比例去切割的话 假设他是一个多元常态分布 这边有点复杂啦 只要你们知道说 假设他的这个 两个类别变相 他背后是有一个连续变相去支持他的 这两个类别变相相关系数 就会非常像 他背后连续变相的 这个相关系数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好不好 这个哎我这不是做实验 这个就是我刚讲那个那个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两个underline的连续变相被做切割之后 他用polychoric correlation算出来的 correlation 跟原来的两个连续变相 用simple的correlation 皮尔森相关 算出来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好 那我们啊在这里就 呃我们在这里也不用去了解他的数学原理了 我们只要知道什么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 两个类别变相 他的相关的强度有多高 我们就用这一个 函数就可以做出来了嘛 这样可以吧 好啊简定可以用前面的 但是 这个哎 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函数 去计算相关系数的强度有多高吗 好我们先来看看 Gender跟LVD 他的相关强度有多高 好 polychoric 然后Gender跟LVD 答案出来0.253 是不是蛮简单的 0.23 呃 并不算什么强相关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相关系数 不是说介于负义到正义之间吗 他的绝对值小于0.3的话 叫弱相关 绝对值介于0.3到0.5 这可能叫中低相关 0.3到0.5到0.7 这可能叫中度相关 0.7以上就叫强相关了 这样这个切点没有一定 这个切点没有说一定 一定就是怎么样 那是大家约定俗成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olycerial 这个 这个函数 是类别对连续的相关系数 好有了这样的两个 这个套件里面的 两个函数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对任何一种 资料形态 做出相关系数 加上前面我们学的简定方式 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相关系数 跟pvalue都可以算出来 好这样可以理解吧 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今天上课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今天上课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 是不是轻松愉快 好不好 那个我看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轻松愉快 那 呃就是 我想就是 今天的课程啊 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啊 如果你觉得还是 但是 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非常跟得上 也不要太紧张 因为 这些东西跟数学 没什么关系嘛 下个礼拜 你们就会知道 主要就是要 我们就主要就是要看数学 好不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礼拜以前的这些 程式的基本熟悉啊 这个没有那么重要了 好不好 大家只要基本上会就好了 那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下个礼拜 下礼拜我又没有办法上课 可是下个礼拜的课非常重要 我一定要亲自上 所以我必须换个时间啊 那那个 下个礼拜一中秋节 你们铁定是不在的嘛 对不对 应该没有人在吧 好 那 我们 下下礼拜一 早上 八点 有没有人不行 下下礼拜一早上八点 有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英语情境课程 英语情境课程 有 八点半到十 八点半到十点 八点半到十点 好